我以前是个教育官员,现在已经退休二十多年了,退休后,我开始对资讯科技产生兴趣,并且参加了许多资讯科技课程。 我是银发族资讯科技节Silver IT Fest的忠实支持者。 掌握了资讯科技之后,计划旅游行程变得轻而易致,我很喜欢写信,可是近几年,我的右手指关节疼痛,无法写字。 有了资讯科技,我不需要用笔写字,也可以轻松地和朋友沟通。 我用手机的WhatsApp和脸书应用程序,和家人及朋友时刻保持紧密的联系。 学习是个终身之旅。 学习是什么很高的的。 学习是什么很高的的? 学习的程序,和家人习的装饰。